好,那你連最大的銀行都弄成這樣 你是想吸人才,真是搞笑 這件事是值得說的,各位網友 我想我是其中一個小數不斷提醒大家 不要說香港股票,不要說樓價,不要說股價 我是說香港的資產 香港的資產,即是說香港金融穩定 是來自什麼呢?為什麼信港元呢? 問題是大家的問題,為什麼信港元呢? 你信一個地方的貨幣 那個信任是來自他整個政府,當然最表面的財政能力 他有沒有赤子 第二就是他的金融系統 他的金融系統當然是銀行的主角 如果美國,原來JP Morgan是爛的,是肺的 Goldman Sachs是肺的,美銀是肺的 你會不會相信美國的金融體系,你就不會相信 為什麼美國金融這麼兇呢? 因為他是大摩,他是細摩 他有Goldman Sachs 然後他有美銀 你那些建制那些,多麼不喜歡 你聽不聽大摩說話? 你聽不聽細摩說話? 你聽不聽Goldman Sachs說話? 又不是吧 人家就是華視那個金融 香港金融,金融體系 最大的一個叫匯豐 發生什麼事呢? 我先說一下我的尾 幾年前我已經說了 這個金融戰一定會開打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終發現 中共能夠獲得資源的渠道 就是香港 是不是? 中國也就是香港 那麼他如果要打壓你的話呢 他一定要捏住你的水口 如果他捏爆了的話 你香港還值什麼錢呢?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金融戰是有很多東西會引申到金融戰的 譬如 譬如人權、俄污 現在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就是 中國可以透過香港的公司 去買一些被制裁的科技 這件事已經很嚴重了 而那些科技是可以流入俄羅斯的 雙重嚴重了 那怎麼辦呢? 那你香港銀行可不可以comply with 這些世界 真正的洗黑錢也好 或者真正的犯罪的金融交易也好 這就兩難了 兩難了 你跟哪一面呢? 簡單來說 當兩邊開始擦開的時候 你就屢外不是人 我經常都說了 這個世界是不能舔兩邊的 你遲到了 而香港能夠賴以 為什麼有今天的地位 就是因為香港人是舔兩邊 現在就要你撤光 很明顯香港一定會撤去中共的側 這樣就好看了 這樣就好看了 匯豐 就是其中一個表表者 英國議會出了一份23頁的報告 指責多家英國銀行 包括匯豐 協助中國政府 在經濟上打壓 香港公民 或者是出生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公民 那件事就神奇了 英國就說 匯豐你是英國銀行 雖然你的名字叫上海匯豐銀行 你是英國銀行 你打壓我們英國人 這班香港人 英國殖民地出生 他拿著BNO 就是我英國人 就是英國人 你英國銀行在香港打壓我們英國人 你英國銀行在香港 那這樣還能成功 是吧 他在說什麼呢 譬如說 他在這裏提及很多關於凍結MPF 因為 就 就 呃 之前就說過 你拿BNO 就不可以 就拿得 不讓他拿 這個MPF 我覺得 不單是 不單是 我覺得 他這裏沒有提 我都未看過那份報告 應該 跟凍結戶口 都有關係 那他就說 現在 接近8萬個 BNO移民 拿不到強積金 其實這個 我覺得 又要幫 客觀地說 就不跟匯豐事 除非你說他申請匯豐NPF 不讓他拿 那你都可以說 但是如果這樣 其實你不應該 只是說匯豐 很多的保險公司都是這樣 所以 應該是不單是 只是關NPF事 是關這個凍結事 我覺得 好了 匯豐呢 就匯豐 他就說 無論在什麼地方經營 我們都是尊重人權的 但是我們都要合法 當政府要求凍結一個客戶的戶口 作為銀行 只能配合 別無選擇 其實是真的 其實是真的 繼續說匯豐怎麼說 他說 他說 我們為香港服務156年 最好最差的時代都是這樣 廢話關的測試 OK 那就 分兩下 作為被凍結戶口 我都是有點發言權的 OK 其實是很悲哀的 匯豐呢 匯豐呢 算了 都沒有秘密的 是吧 是吧 警察都知道的 曾經有匯豐的公司戶口 OK 我離開了香港之後 其實已經凍結了 立即凍結了 你沒有聲音 你是不是 誰是你 過了某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事情已經完結了 大家知道我講了什麼 我是 公司戶口 我是開放的 OK 這件事很曖昧 這件事 好了 我當然沒有任何運作 戶口沒有任何運作 我想 cancel 它 OK 我就 我就用它份 form 就 cancel 它 cancel 不能 cancel 不能 現在我的匯豐 還不斷傳訊息 叫你update一些的 營運企業資料 因為是這樣的 因為匯豐那個corporate banking 他就是 他每年要update 譬如你沒有搬地址 你沒有成 你沒有什麼 他就說你未update 你未update 那我就e-mail回到他 我close account 他曾經有職員打給我的 其實是職員打給我的 我才知道我的戶口用得了 他說 你要update 我說 我的戶口也凍結了 他說是嗎 讓我檢查一下 不是呀 蔡先生你的戶口 可以用 你要 cancel 一個戶口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 我恆生那個 一定不關他海外事 我恆生是 我恆生個人戶口 在一個月之內 一個月之內 突然所有平衡都用不了 然後用他的 online 他就 打電話給他 他也只是覆了一段 就是說 我們會定期檢視客戶 根據我們什麼什麼責任 我們就不能再為你提供服務了 我做過銀行的 銀行你要 close account 是很煩的 告訴你 他也不想 也沒有需要 他只留了 record 突然間客人有錢上來 我想做活動 那你就做生意 有生意 不會不做的 所以 一定 我個人 就是被 on list 是不是 有沒有這麼臭 我Pay me 也沒有了 Pay me 也沒有了 恆生沒有了 但是我想說 匯豐那個人打來 其實態度很好 他 我經常打電話給銀行 其實 他們是不管這些東西 而且他仍然想維持這個服務 我想說 以我在英國開過戶口 我在現在 老蛋國開過戶口 就平均的質素來講 香港為什麼是金融中心 始終我在 25、20年前 算是 交流過 上海的一些金融人員 香港的金融人才 是得天獨喉的 他是 那個視野 那個 應對做不同的產品 以及應對不同的麻煩客 的那個專業程度 是很厲害的 這個 不僅是說匯豐 匯豐也不是特別厲害 你就算找一間 隨便 你以為是小銀行 他是很聰明的 小銀行更聰明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的銀行 你可能隨時進去那些 隨便說一間 譬如是上商 假設 無貶義 上商也不用 你以為 不是很多人 他什麼都可以做到 什麼都可以做到 但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整場是摧毀自己的手 香港政府也不懂得死 之前 其實就是警察騎劫了金融 因為警察說要你凍結就凍結 我告訴你 你也不 鄧炳 狗餅強 現在你是不是 燒賊儀 你也不知道你的行動 你是 你是摧毀了多少錢 多少資產 同樣的建制 建制有說 你跟我說錢 你知不知香港 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他扣1% 是沒了多少錢 香港是集了 幾個10萬億美金 的錢在香港流轉 10萬億的 1% 那幾百億的 你禁止一個帳戶 香港的聲譽沒有了1% 就沒有幾百億的 你禁止吧 你禁止多一點 是不是 那麼 對於匯豐來說 他便無選擇 是不是 除非 他曾經 所以為什麼 大家想傳說要他拆出來 就是想匯豐拆出來 是不是 他理你也傻了 為什麼要拆出來 平保大股東 只是平保大股東這件事 也挺荒謬的 英國人是這樣的 英國人當初 要看你的頭的時候 就沒有了 無所謂 現在發覺不行了 那可以有什麼行動呢 可以有什麼行動呢 其實英國也很謀 英國也不知道怎麼辦 匯豐你在香港做生意 你就要跟中共的規矩 而中共的規矩就是不跟你世界的規矩 那可以怎樣 你懲罰是沒有用的 那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樣 是不是 那可以怎樣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 那 不知道可以怎樣的 我們不管了 英國可以怎樣處理匯豐呢 我認為沒有辦法處理 你要繼續用在香港賺錢 你就要根據規矩 OK 有什麼可以更加 嚴厲的手段可以做呢 老實說 我也想不到 是不是 但是呢 你終於某一個位置 去到某一個位置 不行 香港整個金融 金融體系 都是幫中共去花錢 而這些錢 是用來打壓人權 甚至流入俄羅斯 那麼這個世界 到最後 都會傳一件事 我不是說會發生 傳而已 記不記得當時 不是傳過 把俄羅斯 踢出SWIFT 是不是 沒有什麼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 是不是 俄羅斯當然沒有什麼 俄羅斯的洗錢渠道 多的事 地下走錢 這些簡直是專家 香港如果被制裁SWIFT 只是傳而已 你不嚇死 所以 所以 連中銀 都會出一個 賭 聯繫匯率 沒有市的產品 你賭沒有市 就是他賭有市 這些東西 連繫在一起 大家明白嗎 我的意見 跟我三年前一樣 就是你要分散 你港元資產的風險 而這個東西 好像買保險一樣 你要付出的成本 就真的不是很高 你就是要轉美金 按出來 或者 放在海外那裏 沒事的 就匯回來 輸了手續費 輸了匯價 就是這樣 有市起來上來的時候 有市起來上來的時候 你不要跟我說 你有十等樓也沒有用 你跟我說匯豐有十億也沒有用 好嗎 你十億是嗎 行 你想按兩萬元美金出來 為什麼 填一張 form 寄去哪裏 寫個理由 有沒有見證人 是不是 你以為 搞錯 我是private banking 排隊 整條街都是private banking 是不是 就是這樣